今天呢,我们来说说丝瓜的幻头树 这个丝瓜呢,是个小型丝瓜 小型丝瓜呢,可以一次性的留两只 留了两只丝瓜之后呢,我们就掐头了 这正是主头,掐了,是吧,掐头了 掐头之后呢,这是侧枝 侧枝呢,再长出来,看没 侧枝上面又长了三个叶子 又接了两个丝瓜,剪完之后呢,我们就打头了 看没,先打他头 那丝瓜为什么我们要换头呢 换头的目的呢,就是抑制它的营养生爪 减少做果量跟做花量 如果你那个营养,如果是一串杆子 剪了很多果,它拉不动 所以说叶,然后呢,剪很多叶子,它拉不动 这样呢,我们通过换头啊,这会减缓它开花的时间 然后它叶子的营养呢,多往丝瓜里转移 所以这就是我们丝瓜的换头说 如果你剪大丝瓜的话,就一个瓜一换头 小丝瓜的两个瓜一换头 谢谢大家